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JS全站开发的实战的课堂 那么今天这一课呢,我们继续介绍微信公众号调试工具的另外一个 就是它的在线接口调试的工具 那么这一课的要点呢,有一下两个 第一个是介绍一下这个,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工具 就是它能做什么 那么第二点是给它用一个完整的例子来展示一下 就是你用这个工具能实现什么目的 那么首先需要大家登录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平台的后台 就是公众账号,然后在这个开发下面有一个开发者工具 那么你在这点,这里面有几项 那么公众平台测试账号我们上一课介绍 那么这有一个在线接口调试工具 那我们点这个 就能进到我们在线接口调试工具 那么在线接口调试工具它是用来做什么呢 它是帮助开发者检测这个调用微信公众平台开发者API的时候 发送的参数是否正确 以及提交相关信息后获得服务器的验证结果 那么就说它可以直接在浏览器里面 就是帮助你发送一些 就是帮助你调试一些这个微信的API 那么首先就使用它的话 有下面几个部署 那么第一点是选择你的这个接口的类型 比如说你要获取Access Token 那么就在这个 基础支持里面 那么在消息 收发消息的话 你就需要这个 选这个消息接口调试 那么这个是我们等下来一个演示的例子 然后你没选择一个接口的时候 它其实会把这个接口必须的参数列表都给你列出来 然后你在这个对应的地方需要填上对应的值 然后点击检查问题 那么它会发起实际的网络请求 然后把你的这个请求和响应都打在下面 好 那么这个是对于这个在线接口调试工具的一个概念介绍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用一个简单的实例 那么这个实例呢 是承接我们上一节课里面的代码 那么大家应该记得 我们就是说从微信 从微信APP NativeAPP里面 发送了一个hello 给我们这个ECS上面的webserver 那么它没有它的响应其实是空的 那么这一刻我们需要用这个 利用这个调试工具呢 把这个接口调好 让它返回一个正常的这个字幕串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把它调好之后 我们再在我们的这个NativeAPP上验证一下它的功能 好 那我们首先接下来就是演示 首先我们需要登录的这个 我们这个ECS服务器 然后进到我们的GSBChat这个目录 然后呢 还要确保我们的这个服务 就是是拿PM2起来了 那么就 也应该是叫 就debug 等于新 然后PM2 start 然后bin 3w 然后杠杠watch 那么用这条命令就可以启动 好 那我们需要改的代码在rootindex这个文件下面 那么这里面我们需要改什么内容呢 比如说我们 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 我们的请求教验通过之后 如果request method等于get 那我们应该这个是教验我们的服务器的有效性的这个请求 我们直接是输出这个echoStream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能需要判断 就把Web代码写得更坚状一些 我们就输出一下 echoStream有的时候就输出echoStream 那没有的话就是invalid request 那么接下来 如果不是get 那我就是post请求 那么我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把request body里面的数据拿出来 那么 const 我们可以看一下request body里面的数据 那么它有一个chml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数组 soy.to.username.tool.screen 那么我们把其他几项也拿出来 from username 好 from username 然后是createTime 然后呢是message type 那么实际上如果你要写一个完整的这个webserver 那么这里面是需要处理这个message type 那么这里面为了直演示这个过程 我们不需要处理这个message type 那我们直接处理message type 那是content 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message id的这些参数 我们把它都拿出来 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构造一个响应 那么这个响应我们怎么构造呢 就是我们假设定义这个接口用户端返回了什么 那么我们就用户端发送了什么消息 就是用我们这个公众账号的关注者发送了一个什么消息 那么我们就给它返回什么消息 那么我们需要构造一个response 那么这个response呢是一个xml格式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写呢 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公众平台开发者文档里面的消息管理的接口 这就是说我们接收消息的时候 它发过来的内容是这个样子 那么在我们就是被动回复消息的时候 我们给的响应应该是这个样子 应该是这个样子 回复文本消息 好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把 然后把 from user name 改成这个 to username 然后把 create time 我们的create time呢我们就直接用 date.now 女以前 run 然后把毫秒 画成秒 那么接下来message type 就是用用户返回过来的 发动过来的message type 然后content呢 我们直接输出content 我们这个content呢 我们其实可以在这自己构造一个 然后呢我们在这直接res the thing res the thing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用这个接口调试工具 来调试我们的接口 那么我们需要使用的接口呢 是消息接口的调试 那我们发送的是文本消息 那我们这个发送的UIL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往回找一下 看到上面请求的这个UIL 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公众账号 测试号这把这个UIL的基础UIL copy过来 然后呢 to username 我们可以在网上找 更早的收一条消息 那么是发送给这个公众号 然后from username 那是这个 然后是create time 是这个 然后message type 是text 然后tellent是hello 然后message ID呢 是这个 嗯ID 然后我们检查问题 那我们直接去发 就这个发post请求 那么会发现我们收到了这个 非法请求的这种数据 好 那我们再发一次 ok 那它返回的是 还是非法请求 那么 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 大家回忆一下我们上面的代码 其实我们这里做的这个教验 那么不管是get还是post 请求 都需要教验request query 就是query stream里面的这几个参数 就这三个参数必须有 那么 回到这的话 是我们请求的这个UIL 其实有点不完整 那么我们需要找一下之前的请求 然后拿一个完整的URL出来 好 然后把它替换在后面 然后现在我们再发一下 那么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响应里面 这个 现在能正常输出我们的这个 啊 XML信息 但是我们应该把这个content type 改一下把它改成 text XML 找到我们最终输出响应的地方 然后在这里面加上一句 就rease their set content type text XML 好 保存代码 然后让它重启服务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来这个重新点击一下 检查问题 那么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Store 目前是能够按照这个预期来工作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这个 到我们的native app里面来验证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流程是不正确 接下来我们切到这个服务的日志 然后打开这个微信的app 然后找到我们订阅号里面 我们这个测试的订阅号 然后把他的这个消息清空 那么清空内容 好 那么接下来回来 我们给他发一个hello hello的消息 那么可以看到呢 他给我回了一个hello 那么我再发一个你是谁 然后他马上回复你是谁 那么 这样呢 我们就有一个完整的例子 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我们这个 接口调试工具 还有这个测试号 这两个内容把它联合在一块 那么怎么 就是在你了解了微信的一个接口 它接收和返回的这个参数的格式之后 你可以很方便的这个通过这个 就是仅仅通过浏览器 就可以把你的这个web server 测试的正确 然后在app上做最后一轮的这个 嗯 灰茶 那么 这几个内容呢 到这里就接近尾时呢 那么下一刻 那你再看一会 是什么 我再看一会 这一会